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22号发生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期 以露天煤矿坍塌事故的救援进展 昨天是救援工作的第三天 记者从事故救援指挥部获悉 截至24号的18点 事故已经造成 6人遇难 6人受伤 仍有47人失联 获救的6名伤者均在宁夏 青铜峡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事故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现场已经组织大型机械 对坍塌体进行从上至下的逐层玻璃 加快搜寻进度 那详细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昨天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跟昨天相比 我们注意到 坍塌体的上方呢 已经出现了多台的重型的瓦码机器 它是通过隔天和现场 往往修处的时空变道 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坍塌体的顶部 开始从上往下加快进行逐层的玻璃 来搜寻这些失联的人员和被通的车辆 那之前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我们有提到现场的GMO案呢 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分层挖掘新型降波 那么从线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方案其实非常的清晰 所谓的分层挖掘就是 我们看到这些挖掘机所在的平台 其实是在不同高度的平台 是在分层进行挖掘 同时呢 梯形降波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最终要为了保证 这个滑坡体的稳定 不会出现二次的坍塌 那么我们会像修梯田一样 一级一级的修建这样的搜救平台 把高度慢慢的降下来 从而逐步的去靠近我们的被困的车辆 也是想方设法加快我们救援的进度 事故发生之后 国家应急管理部委派的救援专家 以及周边省区自治区派出的专家团队 组成专家组 持续对现场开展 踏勘评估 优化救援方案 加快救援进度 那么目前救援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呢 记者采访了救援专家组的组长 经专家组现场勘察 新井梅叶有限公司西采区北侧边坡坍塌后 形成东西长500米 南北长200米 近高约80米的坍塌体 整个坍塌体北高南低 西高东低 结合事发视频 专家组研判 被困机械和人员 当时被坍塌体向东南方向推移 主要集中在滑坡体的一侧 录像当中已经看到 这个人和设备主要集中在 塌方的东南部方向 因为塌方是340万左右 那么需要我们初步制定的 这个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里面 大概需要移除150万的量 那么现在的救援难度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现场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第二个就是作业的空间非常小 设备就投入不进去 据介绍 当地以粉砂岩为主 表层受强风影响 容易风化成砂土壮 底部没有被风化部分强度较高 所以形成了现场土石混合的坍塌体 一方面坍塌体结构极不稳定 从底部开挖很容易造成新的塌方 而且周边边坡风化程度较高 结构松散 随时有二次塌方风险 为了保证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安全 专家组制定了分层挖掘 梯形降坡的救援方案 从坍塌体顶部向下分层开挖 拓展救援面 24小时不间断救援 一层层往下降都不可能从底下挖 所以说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作业场地逐步的加大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进更多更大的设备 这个救援嘛这个情况比较紧急 所以说要三班干 24小时三班作业 目前现场已经搭建多种应急照明系统 架设四部边坡雷达 监测周边边坡位移情况 保障救援安全 从全国调派的大型机械 已经陆续抵达救援现场 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 2020年到2022年 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 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专项行动 三年侦办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7万多起 专项行动中 公安机关集中侦办了一批危害严重的大药案件 三年共侦办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7万余起 收缴野生动物137万头支条 野生动物制品18万公斤 公安部对涉野生动物重大案件挂牌督办 150起大药案件全部告破 各地相继侦办了四川雅安 123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案 福建宁德1011非法狩猎案等一批大药案件 集中侦办以实用为目的的 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7600余起 会同有关部门清查整治 集贸市场餐饮等场所 有效遏制了滥食野生动物现象 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 会同两高制定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的法制保障更加健全 以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和专项行动为牵引 公安机关打击涉野生动物等环境领域犯罪的 执法力量得到整体性重塑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在巩固深化打击 三年专项行动成果的基础上 将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 列为昆仑2023专项行动的重点内容 深入摸牌线索 强化大案攻坚 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深化打击政治 始终保持对涉野生动物突出违法犯罪的高压震慑态势 在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专项行动中 公安机关侦办了一批危害严重的大案要案 近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就一起特大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案 做出了二审判决 文案当中四川亚安警方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斩断了一条野生动物交易链 查获国宝级野生动物川金丝猴18只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熊猫17只 这些珍贵宾威野生动物在遭到非法的盗猎之后 被贩卖到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民营的动物园 以谋取暴力 2020年初亚安警方接到线索 一名四川绵羊男子李某华 很有可能正在大量贩卖野生动物 本案的主要犯的嫌疑人李某华 他从2019年第二次初月以来 长期游走在这个猎人和动物园之间 李某华还专门租用了一个果园 将其改装成一个相对专业的养殖场 用于饲养非法收购来的小熊猫和金丝猴 李某华从猎人那儿收购野生动物 但并不是谁都敢接受 他开始与一些民营动物园建立联系 原来这些民营动物园也是中间商 但是经过他们的洗白本是属于非法贩卖的珍贵宾威野生动物 却被打上了合法的标签 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他们层层转卖 价格竟然能翻进40倍 在高额利润的背后 是一个集裂购运销洗白为一体的特大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犯罪团伙 根据前期调查掌握的线索 四川亚安警方围绕团伙核心成员李某华展开了收网行动 警方在李某华和他的儿子李某秋以及司机刘某出发 去拉小熊猫的路上将三人一举抓获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华交代 整个犯罪团伙人员都是相对固定的 主要是他的亲属和一些长期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员 相互之间联系方式也经常更换 锁定了犯罪团伙全链条的所有犯罪嫌疑人 四川警方在全国多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对涉嫌收购洗白野生动物的多家动物园进行了查处 陆续将1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查获并追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国保级野生动物 川金丝猴18只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熊猫17只 2022年6月 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 犯罪嫌疑人李某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马某曹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其余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3年至8年不等有期徒刑 2023年2月6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 我又想起了那句话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刚才这短片里提到了小熊猫 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 他们跟大熊猫是不是沾亲戴故呢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 小熊猫和大熊猫早在大概4750万年前就已经分离了 小熊猫属于小熊猫科 而大熊猫是属于熊科 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沾亲戴故的关系 只有名字相似而已 那么虽然这个名字相似啊 待遇却是千差万别 比起小熊猫 国宝大熊猫每天的生活可是相当的滋润了 最近陕西汉中扶平县迎来了一场春雪 在秦岭 大熊猫扶平救护繁育研究基地 几只大熊猫尽情地在雪地撒花打滚 蒙太十足 一场春雪过后 整个园区被白雪覆盖 大熊猫在雪地里异常兴奋 这只大熊猫把坡道当成了滑梯 不停爬上溜下 高兴地满地打滚 这只大熊猫则拽着一截树枝 在地上滚来滚去 尽情享受着玩雪的乐趣 玩累了 吃竹子也要开心地躺在雪地上 一刻也舍不得离开 据介绍 大熊猫是怕热不怕冷的动物 虽然已经是春天 但近期佛平县气温较低 为了让大熊猫生活得更加舒适 营养更加丰富 饲养员们每天为它们准备了新鲜的竹子 同时配有胡萝卜 苹果 钙片等食物 看着大熊猫在雪地里撒花打滚的样子 真是太萌了 跌倒之后站起来 换个好看的姿势 然后再跌倒 是的 都说大熊猫这辈子有一个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 这个愿望啊 鸟中大熊猫黑罐已经帮它实现了 你别看这名字叫黑罐 但是这可是一种黑的五彩斑斓的鸟 最近呢 从朝阳林园青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服务中心传来了消息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罐 已经连续四年在此跃动了 黑罐是候鸟 冬季在长江以南越冬 特别少的出现在咱们北方 这一发现在我省乃至东北地区都是首次 那青龙河流域呢 是位于我省的西部 建有辽宁青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林园青龙河园省级自然保护区 两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六万多平方公里 监测资料显示黑罐在辽西青龙河流域越冬 从2019年冬季开始 监测到黑罐越冬种群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九只 黑罐在当地越冬后成功的繁殖 黑罐出生的第四年才会性成熟 随着西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青龙河保护区黑罐2020年单潮繁育两只 2021年三只 2022年繁育成功四只 达到国内黑罐野生状态单潮繁育的最高纪录 资料显示 辽宁青龙河流域是国内最高纬度的黑罐越冬地 在此对黑罐种群进行越冬与繁育监测 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与应用价值 好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您将看到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人选 尘埃落定是谁呢 还有就是新赛季CBA常规赛第三阶段 即将拉开战幕 主场已经准备就绪 这票该怎么买呢 别走开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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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不道长城非好汉 腰好腿好精神好 祖国山河跑一跑 腰锥尖盘突出引发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里记制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锥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对着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2023年国际雪莲自由式滑雪 和单板滑雪市锦赛 继续在格鲁吉亚进行 在23号进行的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中 我国选手孔帆玉 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 而杨龙孝摘得了男子组的继军 女子组决赛首轮 平昌冬奥会同海得主 孔帆玉率先登场 她表现稳定 得到84.42分 排名第四 晋级第二轮 两位首次参加世锦赛的小将 刘轩志和陈梅婷 都出现失误 未能晋级 决赛第二轮 第一个出场的澳大利亚老将 斯科特使用了高难度的 三周台动作 但落地出现失误 得到83.84分 孔帆玉第三位登场 虽然只是两周台动作 但她动作质量较高 得到85.30分 排名升至首位 随后出场的三位选手 都没能超过她的成绩 最终 孔帆玉 多得女子空中技巧金牌 中国队 时隔十年 再次获得该项目 世锦赛冠军 男子组中 中国队的李天玛和杨龙孝 进入了决赛争夺 首轮比赛 李天玛以119.00分 排名首位 杨龙孝排名第四 两人都顺利进棋 决赛第二轮 前两位出场的瑞士选手 罗特和美国选手 德林格尔都发挥出色 分别拿到了118.59分 和114.48分 杨龙孝随后登场 他同样表现不俗 得到了110.18分 排名第三位 随后出场的三名选手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失误 最终杨龙孝 收获了男子空中技巧 同排 李天玛排名第五 好 再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 为备战2023年亚洲杯 和2026年世界杯 亚洲区域选赛 经过专家评议小组的评议 中国足球协会研究批准 聘任杨科维奇 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亚历山大杨科维奇 1972年出生于塞尔维亚 球员时期曾经效力于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红星等球队 担任教练员后 曾经执教过塞尔维亚U21 国家男子足球队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红星 比利时标准烈日等球队 并获得过塞尔维亚足协颁发的 2011年塞尔维亚最有远见教练奖 另外为备战杭州亚运会 聘任杨尔杰维奇 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主教练 德洋杨尔杰维奇 1967年出生于塞尔维亚 欧足联职业级教练 曾经执教过塞尔维亚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等球队 好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 咱们辽宁老乡最熟悉的辽宁南兰 昨天上午 辽宁南兰进行第三阶段比赛的 赛前训练 结束了三年的赛会制比赛 中直兰联赛正式恢复了 主客场赛制 辽兰将士如愿回家 自然有着说不出的信息 第三阶段的首场比赛 辽兰首先要恢复山东 在3月1号对阵第三阶段的 第一个对手山东南兰 而首个主场是在3月6号 辽宁队将在家门口对阵新疆队 目前主场辽宁体育馆 已经准备就绪了 近代3月6号的到来 在辽兰回到瀋阳后的 第一个媒体开放日 辽兰队员们就进行了 紧张的训练 饿着这个感觉都非常好 大家肯定会很兴奋 因为可能再有一周之后 这个将云南我们 第一个主场比赛 包括有一些环节 有一些仪式等等 我们觉得这个很期待 目前辽兰主力球员 郭艾伦 赵继伟 张震霖 都在国家队进行比赛 无法与球队进行合练 未来 辽兰在一点点 完成阵容的拼操后 将全力备战 拿下接下来的每场比赛 因为我们重要的学员都在国家队 而且实际上来讲 这个对我们这个备战 实际影响确实比较大 因为我们仅有的两个 这个比较好的后卫 争吊之后 这个训练当中 确实没有好的后卫的带领 但是我们在努力克服 争吊他们回来之后 把球队的状态磨合 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做好吧 记者还了解到 辽兰将在3月6日比赛之前 颁发上赛季冠军的戒指 将每个细节落实好 给大家一个好的仪式感 和观赛体验 第一时间金潇潇 崔西红报道 3月6号 球迷们就能看到 全新的场馆 这个大家非常的期待 这个比赛是更加期待 目前辽宁南兰的主场的地板 已经铺设完毕了 这个颜色可以说是非常的带劲 看看 好 现在在我身后 正在进行的是辽宁本岗南兰 首次在主场的辽宁体育馆 进行训练 而且CBA第三阶段将恢复 主客场赛制 持续三年的封闭赛会制 正式结束 这意味着球迷们终于能够 亲临现场观看辽兰的比赛了 回归主场 场馆的改变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主场中间的辽宁队 对辽报纸图案 狠提士气 绿色主题氛围 更增加了立体感 那么我们从这个新进的这个先进的金灵球架到场地的这种地贴 颜色 联赛公司这次也是为了可能把这个观众的热情打开 那么在视觉上呈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效果 在新铺设的场地上训练 又即将回归主客场赛制 辽兰将帅也对此充满期待 第三阶段比赛最后的七个主场比赛 有50到880元七档票价 对于球迷来说 来到现场近距离观赛 无疑是最好为辽兰助威的方式 门票到大卖网来购买 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辽兰的这个官方公众号和官方微博 上面有这个很详细的这种购票方式 还有购票链接 记者金潇潇 崔西红报道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赛场是客观条件 要说实力还得看球员 广大球迷非常关心的辽兰外员莫兰德 昨天抵达沈阳归队了 那莫兰德归队这对于即将出征 第三阶段CBA联赛的辽宁男来说 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 国内到达的大厅 然后大家通过我身后的电子屏幕 可以看到莫兰德乘坐的航班 即将到达桃仙机场 那么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热情的 辽兰的球迷朋友们在迎接莫兰德的到来 我爱辽兰 一二三四 我爱辽兰 今天的球迷到场来接莫兰德的 能有百十来人 大家那个盼星星盼月亮的 终于把他给盼来了 这家大家急的 我们早点来知道是四点半落地 但是这些球迷那两点 两点就到机场了 真是太高兴了 上赛季 辽兰德国势如破族 麦兰德的鞠躬之尾 同样在防守端 他的这个封盖面积和对抗能力 也对我们这个防守是一个保障 也是我们胜利的一把钥匙 论是从阵容上也好 从技战术这个打法上也好 都补上了所有的这个转板 整个这一路上 我都感受到辽宁球迷 一直在关心我 关注我 我很高兴 也很惊讶能来这么多人 我已经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随时准备着上场打球 据了解 接下来 穆兰德将尽快加入到 与队友的磨合训练当中 尽早恢复状态 融合到球队中 期待他早日找回篮下雄风 第一时间崔西红 梁潇报道 说到这篮球啊 在上世纪90年代 有这么一支特别的球队 让很多人着迷 不少人都是因为这支球队 爱上篮球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灌篮高手 这个小的时候我也看过 最近电影灌篮高手 通过官方微博宣布 定档4月20号上映 同时发布定档的海报 并且配文 青春回来了 比赛就要开始 这回啊 见我们一个结尾的灌篮高手 终于要回来了 相信不少当年看过 这个动画片的小朋友们 现在都已经是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了 是的 灌篮高手里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安西教练说的 现在放弃的话 比赛就提前结束了 这句话陪我走过了很多年 在迷茫的时候呢 我也一直用这句话 给自己来加油打气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啊 灌篮高手动画剧情节呢 是停留在全国大赛之前 所以啊 一句全国大赛变 就让很多观众 心心念念到现在 是啊 这时隔27年了 电影版的灌篮高手 这上映 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或许将会弥补这一遗憾 那影片呢 是以工程良田为主线 讲述万众瞩目的全国大赛 揭开了帷幕 那鹰幕花道 刘川峰 工程良田 三井寿 还有赤木钢线 终于可以站在一起上场了 代表湘北高中 与日本最强球队 山王工业 展开激烈对决的故事 观伦高手不仅仅是一部动画片 更是许多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 每当听到那首 直到世界尽头的插曲啊 大家都会觉得心中一阵澎湃 是满满的回忆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很燃 对 没错 我想我们听的不是歌啊 而是我们的青春和回忆 说得太对了 如果说电影是蒙太极艺术 那么油画更具有写实的整体特征 色彩丰富 立体感强 今日由辽宁省美术家协会 辽宁省辽宁美协油画议委会 盘景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盘景市文联共同主办的 议员复始2023辽宁小幅油画作品展 在盘景市开展了 走进展厅 一幅幅小巧的作品 吸引着前来观展市民的目光 据了解 本次共展出了86名画家的 115幅作品 每一幅作品都是作者一段 特有的生活经历 画家们把对往事的追忆 憧憬 通过质朴的油画语言表现出来 画素很小 但是挺震撼的 尤其看厅里的各位前辈 各位老师 这个画作挺有冲击力的 学到很多东西 确实挺好的 这次的我们辽宁省的 这个小幅油画展 它的整个学术的定位 可能要比一般的展览要高一些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 老中青三代的 我们辽宁省的一些顶尖的艺术家 云集一场 然后来做了一次这种小型的展览 然后我们让观众能看到的是一些 对于艺术家来说 更真我的一些东西 辽宁小幅油画展 是上世纪80年代 辽宁油画家们创立的艺术品牌 当时在东北乃至全国 都曾产生过很好的反响 此次展览 重拾近精微而至广大的文化传统 展现新时代辽宁油画家的风貌 我们邀请了十几位 这些年来在辽宁省 德国望重的老艺术家 他们作品展示 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传统的 精鲜的东西 这次小幅油画能够盘景展 让我们一包眼福 更加领略到了小幅油画的精彩性 和经典性 盘景的文化和艺术 这些年确实是在辽宁省内 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力 整个展览应该说质量是非常高的 应该说在近年来 东北山省的油画展里 尤其是小幅油画展里 是一个非常有高度的一个展览 接下来浏览天下大事 百秒天下来收理一组国内资讯 23号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中兴26号送入预定轨道 这也是我国首颗容量超百Gb每秒 高通量卫星 主要用于为固定终端 车船机载终端 提供高速宽带接入服务 工信部23号发布数据 去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 同比增长130% 行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 出口总额3426.5亿元 同比增长86.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部署启动 维基三个月的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 着力解决外卖点餐 和婚宴自助餐等方面 存在的食品浪费行为 推动建立健全成效机制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收巾剑腰娃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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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您心脏平安 祝您专 restrict 公众文化 祝您心脏平安 建立 喜介众 祝您心脏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零下13度 所以今天的日温差比较大 建议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 可以晚一点出门 那风力方面 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在三到四级 仅大连是五级 大部分时段都是微风和煦 不过要注意局地还有偏北风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 不要过多地减少遗物 在这个季节春回大地 生机萌动 南迁过冬的大雁陆续回到北方 那么北方的春天就真的来了吗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 2023年全国入春进程来看 接着目前春天的脚步 抵达了浙江南部 江西南部 湖南南部 广西北部 贵州南部 以及四川东南部 重庆一带 而在江南以及其以北的大部地区 虽然已经春意蒙动了 但是离真正的春天 那还是有点距离的 常年来看 二月下旬 我国大部仍处于冬季 进入三月 春季的版图将会迅速地向北推进 江南 江淮一带 普遍在三月 陆续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 更靠北的华北 黄淮等地 则需要等到三月末 四月初 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据预计 未来一周左右 还会有两股冷空气 接连影响我国 但是强度还是比较弱的 大部分地区的温度 将会上下波动 在波动中渐渐地上升 在冷空气间歇的期间 中东部也是暖意乍现 但由于真正的春天还没到 北方的大部分气温 真的是起伏不定了 像沈阳 2月25号的最高气温 还是四度 过了两天 上升到14度 但到3月1号 又下跌到4度 这气温坐上过山车 大家的厚衣服 就先别着急瘦起来了 给大家几个穿衣小建议 华南一带已经到春天了 可是广东广西的多地 昼夜温差仍然达到10度以上 大家出行 还是适当春午一点 可以采取上薄下厚的穿搭策略 注意保护腿部和脚部 而江南江华一带春的脚步近了 但仍然会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 春天的暖意时有时无 出行的时候不妨采取这种洋葱式的穿搭方法 而在长江以北的地区 虽然已经有了春意 但是离真正的春天还太远了 所以东庄下线还需要一段时间 好 这一集团先到这儿 咱们接下来看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 沈阳请四度到零下十度 大连请四度到零度 安山请四度到零下三度 辅顺请二度到零下十三度 本西请三度到零下八度 丹东请六度到零下七度 锦州请七度到零下三度 丹口请三度到零下五度 复心请六度到零下九度 辽阳请五度到零下七度 铁领请三度到零下五度 铁领请三度到零下十度 朝阳请八度到零下十度 铁领请三度到零下五度 葫芦岛请七度到零下七度 沈阳请四度到零下十度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眼下我省中小学生的超长寒假已经进入尾声了 大家开始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开学前的这几天是学生的最佳身心过度缓冲期 那么如何利用好这几天的时间进行开学前的调整呢 来看看专家都有什么妙招 一到假期就生龙活虎 一要开学就无精打采 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开学焦虑 在学业的繁重压力 家庭的过高期待之下 孩子将开学视为很大的挑战 担忧学习任务 出现焦虑情绪在所难免 家长不要因为孩子的一句不想开学了 就放寸大乱 要把开学焦虑当成是一种普遍现象 让孩子明白自己出现一定的情绪波动是正常的 当然家长也应该注意观察孩子 在开学后的情绪学习状态和睡眠等情况 如果半个月之后 孩子的情况趋于稳定了 就说明孩子已经适应了 专家介绍 在假期里 孩子通常都是与亲近的人相处 这就为孩子提供了一个社交舒适圈 开学后 孩子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需要处理学校的人际关系 不要超自过急 和孩子一起聊聊天 聊聊新学期的打算 我们全家共同约定 从今天开始 就按时用餐 运动规律 共同来制定新学期的目标和计划 让孩子对即将到来的新学期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孩子们会更自信 更愉悦地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 第一时间周龙飞魏少伟报道 中小学陆续开学了 大学生也相继返校 最近有这样一张照片 在大连理工大学师生的朋友圈里刷屏了 照片里 89岁高龄的中万协院士 把拐杖放在一边 用手撑着讲台 坚持站着为研究生上课 中万协院士是工程力学与计算力学的专家 中国计算力学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理想新数学是他对世界计算力学的贡献 更是中国计算力学 跻身世界的国之重器 为了上号开学第一课 中院士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教室 教室里也早就坐不虚席 他将编写的书 新数学及其工程应用 分发给听课的学生 由于担心坐着讲课会影响气势和情绪 中院士始终保持着站着上课的习惯 学生们太担心他的身体了 在多次劝说下 他才同意坐下了讲课 红亮的嗓门 清晰的思路 读到的见解 中院士的课给了学生们很多的启发 虽然已经89岁的高龄了 中院士始终把教书育人 看成是自己的天职 中院士一张真爱的书签上 印着有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热爱可抵万物 坚守可待花开 中院士给学生上的更是一堂人生之客 没错 学习是一种态度 你只管努力 其他的交给时间 接下来咱们说这位白俄罗斯的小伙子 他绝对是个榜样 最近在沈阳白俄罗斯小伙子 带一鸣做了一件一鸣惊人的事 他用中文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一的考试 拿下了一百分 被考的时候他边查字典边做题 就怕考试的时候有不认识的字 准备期间他做了两千多道题 考试当天还担心会有字不认识 但是当他看到成绩的时候 还是非常惊喜的 朋友呢 我现在考教授 我刚才考完了科目一 然后考了一百分 我之前是考完教授 一定要考一百分 但是结果是这样的 我特别满意 其实因为我是外国人 我可以选择别的语言考 比如说英语 但是我一开始考教授 我就决定要用中文学习 然后用中文考 考完了 继续学习 这东北话太标准了 一听就像沈阳老乡 对 再看这考一百分的笑容 我觉得特别的质语 作为旁观者 说实话虽然不认识 但我都替他高兴 没错 那网友也表示了 说不但看得懂中文 而且还能考满分 真是厉害了 这才是外国人 来中国正确的打开方式 也希望白格罗斯大兄弟 带一鸣 在后面的科目考试当中 咱们继续一鸣惊人 每一科咱都一把过 其实没有谁的成功 是凭空而来的 任何成功都离不开 后天的努力 这话我赞同 是的 当然了 这个学好科目一 也是为了交通安全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开车上路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 没错 最近在重庆五龙区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行人受了伤 那说起原因 全都是因为驾驶员 疲劳驾驶惹的祸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一辆白色皮卡 正要进入转盘路段时 突然从左向右 急速变道 在撞到路边停放的 一辆摩托车时 也将一名行人撞翻在地 并推行了几米远 周围路人立即上前查看 并实施救援 在这起事故中 盗司司机赫某 因疲劳驾驶 自一人受伤 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同时给予赫某 继三分 除两百元的行政处罚 希望广大家驾驶员 因此为戒 杜绝疲劳驾驶 安全文明出行 哎呀 又是疲劳驾驶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 已经包括很多的 类似交通事故了 大部分都是跟着 疲劳驾驶有关 我们也不厌其烦的 每一次都提醒大家 开车千万别打盹 你打盹的几秒钟 可能会毁了别人的一生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安全这根弦 任何时候不能放松 尤其是孩子玩玩具的时候 意外特别容易 在不经意间发生 最近呢 消防救援人员 连续接到了 儿童被玩具 卡手咬嘴等情况的 救援电话 近日 营口消防救援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山水文院小区 一名小孩发生 家手的意外状况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看到 一名四岁小女孩 左手手指卡在木质玩具中 救援人员使用小剧条 对玩具进行破拆 在救援过程中 小女孩情绪比较激动 哭闹不停 在救援人员的安慰下 小女孩的情绪逐渐稳定 手指也被成功取出 同样在营口 近日 两名家长带着孩子 来到消防救援站求助 由于孩子贪玩 不小心将异物 卡在嘴唇上无法取下 救援人员想方设法 降低孩子的疼痛感 迅速将义务取下 在此也提醒广大家长 日常生活中 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 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 避免出现玩具伤人的情况 第一时间 林瑶 李京亮报道 可能吧 有的人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会不厚道地笑了 因为什么呢 看到孩子花式被卡 特别想说 这孩子们真的是开发出了 各种各样的新的卡法 只有家长们想不到 没有孩子们他干不出来的 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 一定要多多留意孩子身边的危险 这个卡住胳膊腿可能没什么事 但是一旦卡住了脖子 那可是会要命的 那多危险 这话真不是危言耸听 眼下就有一只活生生的栗子 为什么说一只呢 因为是一只鹅 它用生命给我们做了个活生生的演示 这事情是这样的 山东灵溢的一名男子 家里养了一只大鹅 就在前几天 这一只大鹅 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它也是房前窝后好一顿找 最后冷不定一抬头 发现这个鹅上天了 应该是它往上飞的时候 把这个头顶进这个栏线空去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 卡在上面拿下来的时候 也是奄奄一息了 昨天晚上就让我们对了 吃了吗 我只能说这鹅太惨了 你说它上面挂那么长时间 下来给炖了 这每一只鹅都逃不出铁锅的怀抱 如果想起了一句话 每一只鸡都逃不了沈阳 对 这个是吃货的角度在看待问题 难怪网友们都调侃说 这个大鹅之所以咨询短见 可能是因为看到主人买了铁锅了 真有可能 铁锅炖大鹅 下边再来柴火 这绝对是东北的特色名窄 这个特色归特色 用火安全还是不能大意 最近在黑龙江大西安岭地区的 塔河县就发生了一起火情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警 处置妥当 避免了严重后果的发生 2月21号6点32分 大西安岭地区 塔河县消防救援总队接到报警 一处市场附近的民房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 塔河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赶往现场 救援人员仅用8分钟就赶到现场 迅速展开灭火战斗 现场运用了无人机观察情况 地面上多路救援人员共同推进 避免了居民财产损失扩大 由于现场情况复杂 消防救援人员在救火中 不慎下半身跌进舱房 危急时刻 下方灭火的队友急忙上前将他拉出 经过几个小时的救援 现场明火被完全扑灭 水火无情 人亦有情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跳水救人的 活雷锋 即日在江西夷春 有一位男子正在湖边拍照 突然间他堵着一个拐杖打滑 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 掉进了湖里 湖水有两米多深 男子在水中不停地呼救 一位小伙子闻讯赶来 他边跑边脱外套 鞋都没来得及脱 就一头扎尖的湖里进行施救 水面离湖岸的这个护栏呢 有一米高 这小伙子用力脱取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于是呢 就让落水男子坐在自己的头上 拼力向上顶 并且借助拐杖 还有岸上的几个人合力 终于把人拉上了岸 见到对方并无大碍 救人的小伙穿好衣服就准备离开 落水男子连忙拉住救命恩人 询问身份信息 留下了一句我是人民子弟兵 就匆匆地离开了救人的现场 事后经过多方的打听 被救者才知道 救他的人名叫曾圣 2001年出生 2020年入伍 当被问及当时为什么不肯留名字的时候 曾圣说 平时在部队学习最多的就是雷锋精神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不需要留名字 被救男子在街道人员的带领下 把这锦旗送到了曾圣父母的手中 感谢他们的儿子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我是人民子弟兵 这七个字说的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一滴水 激荡起精神的浪潮 一枚螺丝钉 诠释着平凡中的伟大 一个名字 扎根在这片沃土 一种精神 从这里广播在中华大地 六十载 穿越时空 你的样子依然年轻 你的名字更加闪亮 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为雷锋同志提词六十周年特别节目 2023年3月5日 辽宁卫视和您一起 有请雷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您心脏平安 书经建妖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咱们新闻继续 下面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枪支暴力问题 是美国难以解决的顾及之一 几乎每天都会有美国民众 倒在枪口下 当地时间22号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 前去报道枪击案的记者 却在案发现场遭到枪击身亡 当地时间22号 一名19岁男子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 开枪射杀一名女子 当地电视台的记者 莱昂斯和摄影师 前往枪击案现场 报道这起案件 不料 枪手返回现场 并再次作案 射杀了这名记者 摄像师受重伤 当天 枪手还开枪 打死了一名9岁女孩 女孩的母亲 也中枪受重伤 目前枪手已经被警方逮捕 相关调查也在进行 记者报道枪击案 却被枪杀的悲剧 引发了美国舆论的讨论 He always wanted to learn was always eager to get better It's so tragic and heartbreaking that family after family has to deal with the outfall of all of this This is every reporter's absolutely worst nightmare We go home at night afraid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will occur a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here because it's happening so often that we become callous maybe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hear it it might make you feel a certain type of way or because it's natural for us to just turn a blind eye to something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hit our doorstep 22号晚 白宫发言人 让皮埃尔在社交媒体上 就本次枪击案发问称 太多生命被枪支暴力夺走 评论区有网友表示 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控枪措施 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后 我们觉得枪击案不能再发生了 但枪击案却仍在天天发生 无独有偶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发生校园枪击案 导致6名儿童在内的7人受伤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 截至23号的统计数据 美国今年平均每天 约有116人死于枪支暴力 费城警察局称 当地时间23号下午 费城一所校园内发生枪击事件 共有7人遭到枪击 其中最小的儿童仅有2岁 据警方称 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就职 目前情况稳定 更多案件相关的信息尚未披露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3号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84起 导致4人机以上伤亡的 大规模枪击事件 已有6278人死于枪支暴力 平均每天约有116人死亡 其中有227人是青少年 36人是儿童 美国一个民权组织 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过去10年 美国与极端主义有关的 大规模杀戮激增 当地时间23号 新一轮冬季风暴继续在美国北部平原和中西部地区肆虐 风暴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雪 冻雨和强风天气的同时 还导致数十万家庭和企业停电 另外有数千架次的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据路透社报道 23号当天 美国从西部的华盛顿州至东部新英格兰地区 都处于冬季风暴预警之中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一些地区还将出现约46厘米厚的积雪 并伴有时速80公里的枪风 提港温度相当于零下40摄氏度 在冬季风暴严重地区 例如中西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 当地教育部门称 2.9万名儿童 接下来几天将居家上网课 气象部门警告 强降雪加上大风将导致能见度低 建议市民非紧急情况不要外出 如果必须外出 务必在车上备好手电筒 食物和水 美国追踪全国停电情况的网站24号显示 这一轮冬季风暴 已经导致全美超过9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其中受冻雨和结冰等影响 米歇根州情况最为严重 天气预报称 预计当地时间24至25号 加州洛杉矶县和文图拉县将处于暴风雪警告中 这是该地区自1989年以来的首次暴风雪警告 此外 这轮冬季风暴还造成道路交通受阻和航班大规模取消或延误 根据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3号晚上9点多 当天已有超过6645架次美国国内和国际航班延误 超过1100架次航班取消 遭遇极端天气的还有俄罗斯 近日俄罗斯多地遭聚了飓风的侵袭 在库尔加宁斯克猛烈的大风把一栋高层建筑的屋顶掀翻 在麦克普一栋金属建筑因飓风坍塌 坠落的金属险些砸中路人 受到风暴的影响 一艘货船倾覆 船上11名船员中有一人死亡 目前飓风已经减弱 气温开始回升 音乐 好 接下来换个心情 根据共同社23号的报道 日本大阪环球影城推出 以即将上映的电影《多拉A梦》 《大雄与天空的理想相伴》 为主题的虚拟现实过山车 为游客提供 森林奇境般的感官体验 报道称 游客在乘坐《多拉A梦》 V2过山车时 需要佩戴V2眼镜 在观看影像的同时 与《多拉A梦》和大雄 一起进行空中冒险 此外 新电影中的原创角色 猫型机器人索尼亚也将登场 与此同时 大阪环球影城还推出了 新款《多拉A梦》主题餐食 供游客品尝 据了解 动画电影《多拉A梦》 《大雄与天空的理想相》 拟定于3月在日本上映 大阪环球影城推出的 限定版《多拉A梦》 V2过山车 于当地时间23号 正式向游客开放 将一直持续至9月3号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 天下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23号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布 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火车脱轨事故 初步报告 报告显示 车轮轴承过热 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 此次事故本是可以预防的 最终报告预计需要12到18个月 才能完成 碧鲁卫生部23号宣布 该国13省进入为期90天的 卫生紧急状态 以尽快遏制登革热疫情 快速蔓延的态势 碧鲁国家流行病学中心数据显示 该国近年以来 已报告11585例登革热病例 其中16例死亡 近期受能源成本上涨 供应地遭遇不利天气条件等因素影响 英国部分新鲜农产品出现短缺 当地时间23号 英国环境大臣科飞表示 预计一些水果和乳菜短缺情况 可能会持续一个月左右 有关部门正在与零售商讨论 如何在未来避免这类问题出现 韩国央行23号发布 经济展望更新报告 将202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 从原先的1.7%下调至1.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预期 从原先的3.6%下调至3.5% 今年以来 韩国经济放缓势头更为明显 一月份出口同比减少16.6% 为连续第四个月下降 当地时间24号凌晨3点24分 俄罗斯联盟MS23飞船 按计划从哈萨哥斯坦 拜科努尔发射场点火升空 此次飞行没有宇航员 但搭载了429公斤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的补给物资 按照计划 飞船于莫斯科时间26号凌晨4点01分 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藏断对接 我到长城飞好汉 腰好腿好精神好 祖国山河好一跑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的时候 用输筋剑腰丸 传承400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啊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近日江苏 苏州 湘雪海 漫山的梅花进入了盛放期 红白相见的